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月妈妈 这些是我买回来的菜苗 西红柿和辣椒 还有一个彩椒 自己育苗的话有点慢 还是买苗快一些 广东的温度还是挺高的 有30多度 先把这些苗种在育苗杯里 缓苗后再种到盆子里或是菜池里去 这个图还是比较硬 这一袋子是松针 买回来打算用来种草莓的 松针的话比较疏松透气保湿 加一些松针这个土壤要透气一点 用来种菜的话成果率也要高一些 有时候买回来的菜苗没地方种 也可以先种在育苗杯里 过个10天左右再移栽到菜盆里 西红柿我之前也育了一点苗 之前没有清理出来地方种 后来那个苗越长越大 十一之前移栽了几棵 后来回老家 过来一看全部挂掉了 就从网上重新买了几棵西红柿苗 这个辣椒苗和西红柿苗都长得不错 从山东寄过来三四天 寄到这里一点都没有盐 之前的茄子苗也是在这家买的 买的都是对版的苗 这是广西的彩椒苗 这个苗比较细长 也不知道能不能种的火 现在把它们拌到柠檬树底下遮阴 中午的话太阳还是挺大的 好久没有下雨 一次的水又快干了 装好后每天浇一遍水 再做好防晒 层后力就会高一些 苦瓜最近又接了不少 多给它上一点肥料 这里有一颗扁豆 把扁豆周围的蒜拔掉一些 这个茄子苗很大一颗也挺能接的 就是接的很多被小鸟吃了 一般小鸟的话都是早上五六点来吃 这个时候猫关在家里还没放出来 好像养一只猫对鸟没有多大的作用 这个是现穴穴 这个是现穴个子比较小 明年不打算种这个品种的穴子了 太小一个 这个是现穴子的 这个是现穴子的 这些是现穴子的 现在十分之一